歡迎收看屈機頭條 我是吳俊儀大宇 與你一起看時事 我是蠟燭香港聚焦中國 放眼世界全部視 今個星期中美之間都有不同程度的互動 有講話也有核潛艇 愛事辦主任楊潔篪 和美國的安全顧問沙利文 在瑞士一個中立國家開了一個會 面對面的會 為的就是談未來一個視像的會議 戴琦亦打電話給劉鶴 講一些貿易上的問題 看似中美之間有不同的溝通 挺好的 但另一方面又爆出了美國的核潛艇 在南中國海出現 還發生了撞船的事件 今集我們講中美元首的視像會議 和潛艇意外 首先讓我介紹今集的嘉賓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陳傑博士 大家好 我是陳傑 名外專訊學院 人民及語言學院 核籍助理教授鄭國均博士 Hello 我是Dr. Raymond 中華智慧管理學院院長 彭雲基教授 你好 我是彭雲基 Dr. Raymond 我想問為何今次中美雙方要千里迢迢 去到一個中立國家去面對面見面 為的就是為了未來的一個視像會議 不是應該反過來 先做了一個視像會議 先大家談談 然後為的就是為了 將來兩國元首面對面的見面 不應該是這樣的嗎 其實阿大宇你覺得對的 我也覺得很奇怪的 如果純粹用回我們傳訊的角度去看 其實這個是代表了一個意思的 就是中國和美國的確在之前 有很多很多問題都已經是搞到差不多擦槍走火了 關係的確是不好的 即是很簡單的 我們平時如果見到一個人 我們是不認識他的 很生愛的 那麼你可能會選擇是面對面見 為甚麼 因為面對面見你會見到對方的眼神 身體預言等等 你可以做到很多猜測 可以做到很多揣摩 但是如果你已經是熟了那個人 有一個工作關係在這裡的話 其實用視像會意見其實是最方便的 那麼這個情況是解釋了一件事 就是中國和美國的關係已經是 去到一個位置 是大家還是不是一個有工作關係的關係呢 所以沙利文和若潔篪 其實我相信他們是需要尋求這個答案的 即是在面對面的情況下 看看大家還能否合作 我其實自己相信就是兩個大國 中國一直都是有工作關係 而且是不差的 只不過在很多位置 是有很多政治的把戲 很多政治show 大家都需要為種種不同的東西去交代 但是這些東西交代太多的時候 就影響了大家的關係 所以回頭 需要真的去結結實實坐下談的時候 他們發覺不行了 真的需要見面見面 然後才安排我們習近平主席 和拜登的那個視像會議 說真的 如果真的關係一直都這麼好的 早就應該 連他們都在用這些視像會議 需要兩個走過去見 所以這個走過去見 我絕對是相信是一個 類似解凍的一個過程 即是由大家很不熟 突然間有些介題 到回頭 我們大家再坐下來 再繼續工作 所以是調轉了 我想還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因為面對面 因為如果只是一個純粹的視像會議 沒有物資可以談 我懷疑一件事 可能他們後面還有些事 是連其他人都不想他們知道 也不奇怪 彭教授 我想問過去這一段時間 其實美國不斷對中國來說 有呵護和聊天的情況 也有硬斑斑來打壓我們的時候 包括這次楊潔篪和沙利文見面 出來的新聞發佈是中性的 但說到戴琪和劉鶴的通話 又比較負面 比較強硬 美國方面比較強硬 為何會出現這個不平衡的情況 其實你看到這次中美的溝通 是經過一段很長的時間停了 然後才再回來 而這個主動似乎是由美國那邊主動回 中國已經說不玩了不玩了 沒得談就算了 你看到阿拉斯加再回到天津 那個不斷的氣氛是緩和了 但緩和之中也有兩手準備 一邊緩和 另一邊在砌 所以我們帶下去為何會出現潛艇事件 在潛艇事件之前 其實也有一些之前的情況出現 但在10月4日的時候 美國的貿易代表戴琪說了很多話 很強調指責中國 長期以來都不遵守全球貿易的規範 削弱了美國 要重點美國 和世界其他國家的範圍 這些拉幫結派而已 其實說來講就是削弱了美國的霸權 然後他也這樣說 美國將會動用所有的工具 來對抗中國政府制定的產業政策 這是經濟的一邊 你看到這裡的火藥味很重 根本一點都沒有妥協的情況出現 但是從頭到尾 中國外交部都說這 我們是發展希望不衝突 不要對抗 要相互尊重 合作共贏的中美關係 是我們兩國的主流民意 希望能夠互利互贏 我們要合作不要脫勾 要對話不要對抗 你看到兩邊的態度是不同的 這牽涉到什麼呢 就是戰略性和戰術性的分別 戰略性方面來說 中美的對立是不能夠妥協的 即是說我贏你輸你輸我贏 就是這樣而已 這兩個是生死之鬥 但是方法做的時候有點不同 看看你哪裡弱一點 讓你打你 這就不能夠不令我能夠聯想到 最近全世界都在看的 就是這個魷魚遊戲 魷魚遊戲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我們大家都希望能夠 打低對方 就爭到一個非常之的巨獎 這個利益很大的 很多億的錢在那裡 其中裡面那兩個主角 如果你看完那個遊戲就看到了 到最後全部的人都死掉了 就剩下兩個而已 那個主角就是成其勳 最後贏了的就是什麼呢 就是抱著我們中國外交部的態度 我們一起贏啊 我們互相尊重啊 不要出一些那些骯髒招啊 是不是呢 如果這樣的話大家可以做啊 但是呢 對手剩下的那個是老友 從手到大都這麼好朋友 叫上哲他就不是了 想想的 不是的了沒得談 一定要你死我亡的 你看到其實最後都是為了這個霸權 所爭取的 你想想一件事 在一個殘酷的世界裡面 最後啦 就是成其勳贏了 就是我們抱著我們中國的態度 跟我們互相尊重這個態度 是呢 才是贏了出來 我們雖然沒有心 沒有心想拿這個霸權 但是不是你沒有心 別人就會可以容忍你 所以你看到這個情況之下 在這個遊戲裡面 只許勝不許敗 而我們中國現在面對 亦都是一樣東西 不是你想不想的問題 而是別人根本就是想你死 所以面對一個這樣的競爭的時候 我們應該怎樣自處呢 這就很重要了 剛才彭教授我很同意的說話 就是美國說 中國削弱了美國和其他國家的繁榮 但是我用另一個角度來看看這件事 為什麼呢 因為剛才彭教授提到一個字 很特別的就是叫霸權 其實文化霸權 這個概念其實是來自一個 意大利共產黨人的 他叫Antonio Gramsys 當時他霸權的邏輯就是 Winning of Consent 意思是你越多人同意你 那麼你所做的事呢 就叫做一個霸權 因為大家都同意 例如舉個例子 我穿了喇叭褲 當每個人都同意喇叭褲是對的時 喇叭褲就變成好像對的 這就是一個霸權 這句說話很棒的 剛才彭教授的說話 就是說美國和其他國家的繁榮 其實呢 用Antonio Gramsys的解讀方式 會是什麼呢 就是美國和他那群跟班的繁榮 因為那群跟班同意了美國 那麼他才會有一個文化霸權 那就是說現在那群跟班的繁榮消失了 如果美國這樣說 就是說那群跟班不再同意美國 其實這裡是幾層的 也就是暗示了 就是中國開始得到其他 本來是美國那群跟班 不要說什麼國家 很多的認同 開始慢慢轉到中國 所以他覺得他的霸權正在消失 不是因為繁榮正在消失 那你就會看到文化霸權正在下跌 中美關係其實一直都比較反覆 如果大家都知道 包括韓戰 粵戰 但是去到冰雲波外交 其實開始到我們改革開放 開始跟美國接觸多了 但現在又開始交互了 將來如果是這樣的循環 將來是否又會反覆 然後又再交會 中美關係的衝突 我覺得基本上是來自於 兩種不同的哲學和文化 美國的理念是充滿了鬥的哲學 即是你看 他是一個喜歡鬥的一個民族 或者是一個國家 而中國我們的理念是和 我們是說和的 所以這兩個不同的一個價值觀 基本上已經是決定了 這兩個國家很難叫做和平共處 我自己這樣覺得 德國有一個很出名的政治學家 叫斯密特 他說過西方的政治根本的問題 都是尋找敵人 你看他的確在尋找敵人 他不斷尋找敵人 不斷打敗敵人 去維繫著他自己的一個霸權 但是當現在這個情況 是當中國的國力在上升 而美國開始走下坡的時候 這個衝突是越來越加劇 因為他很懼怕他的霸權地位 是會被中國所取代 即使我們不斷跟他說 我無意取代你 但他不會相信 因為在他的概念裡面 他將中國是界定為甚麼呢 叫做非我族類的其心必然 他不相信 以前我們說 由新中國成立之後 中美開始接觸之後 其實一直都沒有離開過 美國的概念一直沒有離開過 到底我圍堵你 還是跟你接觸 不斷在搖擺著 當時的圍堵 是希望跟你一起圍堵另一個 亦都是一樣東西 他當時跟你接觸 亦都是希望改變你 所謂的和平演變 可以改變你中國 成為他心目中的族類 成為他的一員 希望透過這件事 但是他發覺跟你接觸了這麼多年之後 他這件事沒有程度 但是看到我的接觸 令你不斷地強大 所以現在我覺得 美國亦都在修正著他這件事 所以你說中美的一種 目前這樣的狀態 我覺得很難 一時三刻去改變 剛才彭教授也說了 戰略沒有改變 他亦都沒有企圖 意圖去改變自己的戰略 但是戰術不得不低頭 就是因為他現在國內的環境 是令到他不得不作出適當的調整 希望可以譬如說他的通脹壓力 他的金融危機各方面 可以透過和中方的接觸能夠舒緩 我看到的就是一個這樣的局面 剛才他開始的時候 不是說他們為何要面對面 而不用zoom 其實我們做傳訊的話 在坐位的形式其實是有意思的 為什麼我說坐位呢 如果你對著坐位 就是對立的意思 現在中美關係 跟剛才傑哥所說 就是中美關係 其實性質沒有改變 其實有點像什麼呢 就是大家有沒有去過酒吧 去過酒吧你就知道 舉個例子 我現在跟彭教授去酒吧 我們就會這樣坐 但與你就是酒保 是不是 這樣坐什麼意思呢 就是朋友聊天 是同方向的 同方向的 如果打對坐 就是對立的 所以你看到會談 多數是對立的 但是這樣坐就是聊天的 其實現在中美關係就像什麼呢 就是酒吧對酒樓 中國人去酒樓就是圓桌坐埋 圓桌坐埋去做什麼呢 吃飯 聊天 什麼都可以 但是外國人去酒吧 就是聊天 就是他們不說吃飯 你什麼時候會去酒吧 當然了 開心你會去酒吧 愁人慘的時候 你都會去酒吧 去對啤 是不是 去對爆他 那麼 這兩個情況都會 如果你看到 現在的國際情況 剛才我們 我就說說 彭教授說那個文化霸權的位置 酒吧越來越少人在這裡 就是越來越少他的馬仔 同意他的人越來越少 每個人都去了旁邊的酒樓 那麼他就看著中國酒樓 你越來越多人 那麼他就在想 究竟我出了什麼事呢 我怎麼可以叫那些人過來呢 大家都知道 去酒樓 你不會仇魂炒慕地去喝的 那麼那些叫解胃酒 另外一回事 但是問題就是 你為什麼會無緣無故 走在一圍桌坐在一圍 就是因為你是朋友 你是有辦法談的 你是家人的 你才坐在一圍的 是不是 如果不然就 不會無緣無故坐在一圍的 但是你去酒吧 就一定你是有事的 那麼所以 美國的策略就是這樣的 譬如很簡單 他死都抱著 台灣坐在酒吧 你不要走啊 那麼 這個人為什麼會 不走回去酒樓吃飯呢 原因很簡單 就是他仇魂炒慕 他不是開心 他一定要是仇魂炒慕 你不搞到他仇魂炒慕 他不會坐在那裡跟你訴苦 然後美國酒保就是 整件什麼什麼自走跑 堆幾杯自走跑 堆幾杯什麼什麼 他堆完之後繼續敲仇魂炒慕 糟了我就要下台了 怎麼辦 繼續是這種仇魂炒慕 所以你看到那個形式很不同 其實只不過是爭生意 情況都一樣 就等於殺一世紀 如果不是因為 莫可麥德 很順利地 很成功地 擴大了伊斯蘭教的話 你覺得會有十字軍東征嗎 不會啦 情況一模一樣 他見你的市場 佔有率這麼大 他就打你了 當年殺一世紀 就可以 隨便開口就打而已 今天是二十二世紀 就不可以隨便開口就打 所以才變成這麼多國際關係 這麼多政治複雜而已 如果不是其實情況是一樣的 他們是要求 美國的角度是要求 他做酒保 你們一個一個 痴痴呆呆坐在那裡 就喝他的東西 中國的角度就是 我們搞個盆菜 大家一起吃 我們兩個想法是不同的 所以他完全不明白 為什麼要去吃盆菜 他覺得很不衛生 你明白嗎 鬼都沒有辦法明白盆菜的邏輯 剛才幾位嘉賓都提過 中美在一個大的戰略來說 都是沒有改變的 依然都是博弈 依然都是靈活的遊戲 不過在戰術上 會有一點微調 班教授 這次在南中國海 發現美國的潛頂 在整個博弈或戰術上 中美戰術上 引起了什麼作用 中國外交部對這件事 表明是嚴重關切 為什麼有這樣的語氣呢 原因是因為原來這個格尼克克 這隻核潛艇 是美國最強力的武器之一 它們屬於海狼級的 這隻海狼級的潛艇 它的造價真是天價 它是1999年下水 它當時製造成本 已經達到90億美元 它已經將所有當時最厲害的 科技全部都放在裡面 所以這隻潛艇是非常厲害的 而最當時的目標是對付蘇聯 但是因為蘇聯解體之後 都沒有得好對付 它原本是準備建造十隻 但是因為貴了 所以做了三隻 而這隻格尼克克 它本身就是其中的一隻 通常它這些潛艇很少用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攻擊性很強 它可以配備 因為它能夠一隻潛艇 可以將整個航母群打低 而且它是核動力 所以很安靜 你根本探測不到它 但是蘇聯已經解體了 都沒有什麼對手了 所以變成了 它就將這個攻擊性 慢慢就將它變成了 探測和做間諜比較多 因為它的靜音特別好 一直來講 沒有人知道它去哪裡 從來沒有人知道 除非它回去補給和修理 才知道 而這這麼重要的一個秘密武器 竟然突然在南海出現 還撞了船 那你說是不是 是一個非常微妙和關鍵的事件 其實現在整個在南海裡面 其實最凶險的地方是在水底 水面是被人看到的 但是水底裡面的那種大家互相在捉音 那種情況的話 其實是相當相當緊張和微妙的 這些我們是看不到的 但是我們有一個好處的地方是什麼呢 最低限量有這麼多的這個島 它們本身已經能夠可以 成為一個不沉的航空母艦 而同一時間 因為我們比較熟悉這個環境的話 所以那個優勢仍然在 但是美軍出到這些這麼強的武器 你就看到一樣東西了 就是美國現在基本上 已經是差不多 將所有它們能夠撥出的力量 都調來在我們這邊 中國這一邊 所以你看到那個戰略性和戰術性 其實我們是相當的受很大的威脅 我們絕對不能夠輕視美國人做些什麼 雖然這次看來變成他們一個很大的笑話 但是你看到他們所落的力度 是一點都不輕的 根據彭教授剛才所說 簡單去形容一句 就是美軍在水底玩耍蠻雞撞穿頭 不過我還想補充一點點東西 其實他們是不是真的把所有東西都放進我們這裡 或者反過來說 其他地方是沒有東西好放 撤出的撤出了 盟友的散開的散開了 所以就唯一是放在這邊 可能因為經過了這個阿富汗之後 一定不需要 是的 已經太原意了 整件事件是令到美國的一個 在世界上的一些動作 跟世界需要的東西背道而馳 我為什麼這麼說 其實現在我們的世界需要的是什麼 是需要和平合作 開放 融通 改革 創新 而且我們整個世界格局裡面 也有很多非傳統的威脅在當中 包括現在的疫情 國際恐怖主義 這些都是一些需要國與國之間共同面對 共同去合作的 美國的很多盟友現在發覺跟著這個大佬 是解決不了他自己的問題 也都解決不了世界的問題 而且他們也提到中國現在正在做的事 正正是可以解決這個世界 現在我們面臨著一些危機 所以為什麼我們國家主席經常都說的 人類命運共同體 我們正在做的事其實是這個世界所需要的事 但是美國似乎 美國現在正在影響整個世界格局的一個變數 是美國 中美關係 其實中國一定是這樣 也都說了我們無意霸權 我們是人類命運共同體 我們發展一帶一路 但是似乎美國不明白 我們可以做的事其實已經做了 我們就說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其實我們在說的是一個共贏 我們是一個聯通的世界 但是美國是將它曾經說是一種類似當年的Market 他覺得你是跟他當時的一樣 但是其實很不同的 你Market計畫是你們聯合在一起 有一個叫做共同的敵人 你們去對付一個敵人 但是中國的一帶一路是沒有敵人在這裡 我們是希望跟這個世界的人一起手牽手 共同發展 共同解決問題 包括氣候的問題也好 包括疫情也好 我們經濟上各自去發展 大家找到有比較利益的時候 大家去發展自己的經貿 創造更多的財富 是造福全世界的人類 我相信他們美國不會不明白這件事 而是他們因為本身 真的想要維持他們本身的霸權和利益 這就是推動他們不會接受你這樣的方式 即是他們想一個人奪盡 中國就想分享 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 在全球最大的問答網站上 一個埃及的年青人 多倫多住 他一開始就說 我在過去的兩年裡面 搜集了所有的東西關於中國的情況 他回答當時的一個問答 他就說 他怎麼說呢 很有趣的 因為他說 我作為一個非白人的人種 我來看這件事 我們看看過去的四百年都是白人世界 而白人世界他們是怎樣擴充出來的 都是殖民地 拿你這些東西 那些東西 全部都集回來 所以歐洲就變了這麼強盛 然後跟著第四大戰之後 美國那麼強盛 而美國也拿了這些東西回去了 他說現在中國就是非白人的人種 而他竟然可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不靠你們這些人 自己可以自力更新 想做到什麼就做到什麼 你看這個民族我覺得是非常值得敬佩的 他沒有效過人 他全都是自己的 但是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所以美國他們這些白人 當然是看你不順眼 但是如果對我們來說 整個非白人的人種 看來就說 不是的 這個我們一直被人欺負了四百多年 好像什麼呢 就是我們做鄉下仔 我們有一個鄉里 他讀得到書 他可以上去做大學 還拿了PhD 你是不是很支持他 所以我一定會支持中國 應該令到他能夠可以強盛 那他們也會帶我們一起都會強盛 那我覺得這個看法挺有趣的 那變了來說 就是告訴你 我們不要只從中國去看 也不要只從美國去看 而是從全球去看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在過去這麼多年來說 大家都清楚 現在所有的主要媒體 全部都是西方他們壟斷了 中國智慧裏面有一句話 他就說是民心以先入者為主 大家都知道 還有一句很重要 善念無力 則為惡性 那就是說 當你正的 正念的 好的東西 你不能夠好好宣傳 令到那些人可以明白的話 你根本是輸了在那裡 現在的情況完全就是這樣 他們霸了媒體 一開始就說中國是奸的 中國他們是這樣的 沒什麼好東西的 所以你知道現在很普遍的 現在很多人 包括了非白人種 他們呢 他們沒什麼老的 就會怎麼樣呢 逢是中國都是壞的 這個就是我們面對最大的一個挑戰 所以我覺得很重要 得民心者 得天下 同樣不只是國家 而是全世界都是 如果要解決這個矛盾 不只是我們要強大那麼簡單 而是怎樣能夠把我們這種和平 共存的理論 這種信念 能夠可以令到全世界都能夠明白 現在他們沒有發展知道 只一看到中國人就不好了 如果全世界的人 能夠可以把我們中國人的文化 和形象改變的話 也都開始明白了 我們是和平 而不是霸道的話 我相信未來的發展對我們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方向 很同意教授說的 其實我相信我們做好中國故事 已經做好了 一帶一路也好 我們去和其他國家的一種很武實的交往 我相信我們已經是做好了中國故事 但是我們在說好中國故事 我們還需要去努力 因為我們被人家已經汙衣了這麼久 譬如有一個朋友 Dr. Raymond說 彭宏基是臭小子 你也不認識我的 一看到我這個人就說 他是臭小子 然後我要慢慢告訴你 我不是臭小子 我是好人 你說是不是要多下很多功夫 其實我們現在面對這個挑戰 首先澄清一下 彭宏基絕不是臭小子 你先要澄清 我沒有說他話話 我亦都沒有相信 其實在我們說說好中國故事 我自己有一個很深的體會 賣一下廣告 我們除了做瘋子頭條 我們都會做英文節目 都會希望向外面說好中國故事 但是其中一個很難的位置 你真的猜不到 不單止是你要對方明白 剛才阿杰哥都在說 我們在說酒吧和酒樓的文化 不是酒吧那些開始 發覺越來越多人走去酒樓吃盆菜 剩下那幾個 其實我之前都說過 他是某程度上單是語言民族 只是覺得英文才大 那三個特別是英美法 本來就是三個 就像兄弟幫一樣 結果就因為錢就不和了 現在 就是潛艇那一件事 然後就走來搞事 但是這些都是片面的一些問題 另外一個很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當我們真的去推廣中國文化的時候 我自己的感覺是怎樣呢 我遇到很多這些 這些東西我們有一個推文叫 Cultural Misappropriation 什麼來的呢 意思就是不知道大家知道這段新聞 就是有一個女孩子 美國人來的 她就在高中畢業的時候 知道高中畢業會有派對 她在派對上 那個女孩子就穿了一套旗袍 就拍了一輯照 就放上網 她放了照片之後 就被在當地的中國人 就罵 這套唐裝是我們中國的衣服 你沒有資格穿 你立刻給我脫掉了它 就搞到在當地是搞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當地人不喜歡我穿 我以後不穿你的東西 什麼來的呢 Cultural Misappropriation 意思就是當兩個文化衝突的時候 一個西方文化 一個我們東方文化 或者中國文化 一衝突的時候 如果你覺得對方穿你的東西 你是覺得受傷害的 那代表你覺得自己的文化是弱的那個 我經常都要提倡一件事 就是你不要覺得自己的文化是弱的那個 為什麼要這樣想呢 你覺得自己的文化是弱的 誰都願意穿你的中國衣 就任由他穿 我有一些朋友 他們的小朋友換著 我寄到唐裝給他們的 小朋友的唐裝很有趣 又不是博舞的 然後叫他們拍照給我 為什麼呢 你不令到他們習慣了你的文化 他就不會認同你的文化 你不要擔心他會搶了你的文化 反過來大方一點點 穿吧 最好你全美國穿了唐裝 全部都沒有功夫鞋 你看到拜登唐裝功夫鞋走出去 就最好了 這個是真的需要的 當他有一個肯的時候 你就更加要退 而不是我們很辛苦地做到 真的有一個肯有兩個肯 然後有一班自己人走出來說 喂 不應該穿啊 你們美國人沒有資格穿我們中國衣服 這件事是 我們又穿西裝打胎 那又怎樣 趙政他們應該走出來 你們中國人沒有資格打胎穿西裝 你給我脫掉 那是否又對 其實在整個中國文化圈裏 其實我們都很多是要檢討的 因為很多時候中國很流行一樣 就是問人相興 其實這些真的要介 就是我們很同意你說的 就是應該一個胸襟放寬一點 而是不要太過狹窄 其實在黃揚中的文化裏 那個過程 大家是需要真真正正要深思在這一邊的 我們的節目都有不少觀眾 是來著英語世界 所以為了可以說好中國的故事 Dr. Raymond 都成立了一個新的英語頻道 希望大家可以推薦給你身邊說英語的朋友 如果你對英語的節目感興趣的話 可以留意第一個留言 今集我們先說到這裡 我們下星期再見 為非常上次第 我們下星期再見 那些後vo … gua…